小房子乌比,一个小房子一个空房子静静的住在这里 正巧先生和太太遇见了乌比 他们喜欢乌比,乌比很开心 从那天起他们跟乌比一起生活 小房子故事像是一样安静 气质动人,有家的味道,家的温度,家的情感 每一天都是平凡温暖的幸福日子 今天讲的是小房子乌比 小房子乌比 上面有个尿槽耶 哇,好多树喔 小牛 小房子乌比 睡着了吗 这是乌比,一个小房子一个空房子 他住在这个地方一动也不动,静静的睡走 这是先生和太太 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新家,一个刚刚好的小房子 一个没有人住的空房子 正巧 先生和太太遇见了乌比 他们轻轻的敲门叫醒乌比 他们喜欢乌比,乌比很开心 先生弹的琴和跳舞的曲子 太太的茶杯和花茶 爱看的书,常做的椅子 还有煮汤的大锅子 跟着他们住进乌比里头 乌比觉得很满足 先生出门的时候 暖和的阳光灑在乌比的帽子上 太太会挥挥手 对先生说,路上小心 先生回家的时候下着大雨 先生回家的时候下着大雨 乌比的烟囱飘出香香的味道 是太太正在煮浓汤 在雨中,乌比也觉得温暖 门外来了一个小客人 靠着乌比去乌 先生请小狗进来躲雨 他的狗长得有点怪 雨停的时候天空出现一道大彩虹 先生在乌比身边盖了一个小小的房子 小狗多多角 等不及住进他的新家 比较小的那个 可是是一样的耶 小鸟也喜欢上先生和太太跳舞的那首曲子 干脆在乌比的帽子上盖他们的家 先生和太太喜欢乌比 小狗和小脑也喜欢乌比 乌比很开心 很舒服 嗯 有一天,先生和太太的孩子也住进来了 乌比最喜欢在睡觉前闭着眼睛 听听他们的笑声 孩子喜欢放风筝 有时候 风筝不小心飞到乌比的帽子上 先生踩着梯子 刚好可以勾到风筝线 他们和乌比一起住了好久好久 孩子长大了 换他去寻找他的小房子 道别的那天 太太握着孩子的手 孩子握着太太的手 说不用担心 有一天小狗也不住在他的小房子了 枯黄的叶子掉落在小房子的帽子上 他们伤心着想念着咖 小狗怎么了 嗯 死掉了 过了好多日子 乌比的脸 渐渐长出皱纹 先生和太太也变成了老先生和老太太 他们每天手牵着手 绕着乌比散步 后来老先生和老太太也离开了 只剩乌比住在那里 藤蔓慢慢爬上他的脸 他在那里静静的睡着 有时候他会梦见那首跳舞的曲子 农汤的香味 或是身边的小房子 这是乌比 一个小房子 一个空房子 一个老房子 他静静的睡着 直到有人轻轻的叫醒他 这是一个小房子的故事 房子也会老啊 就跟我们身边所有东西一样 这就是小房子乌比 就跟我们住在的房子一样啊 很安安静静的 可是保护着我们 对不对 好啦 晚安 晚安 小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和分享 我拜拜祝你